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平安夜临近 圣诞节商站也渐入白热华阶段 孩子们对圣诞老人充满期待 情侣们互赠礼物 每个家庭都在为准备圣诞装饰和圣诞蛋糕而忙碌着 对于许多人来说 12月的圣诞与工作收尾一起 预示着一年的结束 不过这原本是个西方节日 那么日本的圣诞节商站又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 日本圣诞节商站的诞生与文化净透明至时期 银座百货各公司开始进行华丽的装饰 国来文化的社区和国来商品的出售 成为促销活动的开端 因此银座也是日本圣诞节商站的发祥地 入手海外商品就会显得很有面子的品牌营销方法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被众多日本消费者所接受 但是促销的不仅仅是包包和桂金属 还有当时常被人们作为圣诞礼物的牙膏 用牙刷刷牙的习惯也是当时的一种国来文化 真没想到当时的圣诞老人会把牙膏当礼物送给好孩子 大正时期 如酒梦儿的小说《圣诞节礼物》 生动描绘了孩子们期待圣诞老人带来玩具礼物的情景 我们原以为这些文化都是在战后兴起 其实早在明治和大正时代就已经诞生了 此后 日本虽然战败 但是圣诞节的庆祝活动依然没有消失 同样是在银座出现了百万人大集会的盛况 酒馆 俱乐部 舞厅等场所聚满了学生和年轻的社会人士 电影《永远的三丁目的夕阳正式与昭和三十年代》为舞台背景 片中的圣诞节场景表现出了家人之间的温馨 圣诞节那天 父亲早早的买了蛋糕回家 一家人团聚其乐融融 昭和三二年 1957年 长篇动画《海罗小姐》第一次出现了 鸡野家每个人都在吃圣诞蛋糕的场景 从以上这些例子可以看出 日本的国民已经被圣诞节圣诞礼物 圣诞节商站圣诞老人这些国来文化所浸透了 日本圣诞节商站开始固定化 日本在经济高度成长期之后 圣诞文化和圣诞节商站开始固定化 有个标志就是从1988年开始 在电视上播放JR东海的《Christmas Express》系列广告 山下达郎的名曲《Christmas Eve》成为广告配乐 并邀请了《神经会》里 木赖李穗等著名女演员进行拍摄 详细内容 感兴趣的读者 可以在YouTube等视频网站上进行搜索 其中 《神经会》里的那段广告 至今都让人印象深刻 女生在新干线站台上等待男友回来 就在女生苦等快哭的时候 看到旁边柱子后伸出一只拿着礼物的手 男友用礼物把脸挡住 居然用Moonwalk Michael Jackson的经典舞步登场 回来的你是最好的礼物 圣诞节已经成为家人和恋人相聚的时刻 同时这只广告也成为了里程碑式的作品 除了回来的你是圣诞礼物之外 高级餐厅和高价礼物也成为了年轻人的必需品 直到1992年 日本泡沫经济崩坏 圣诞节商战再次回归普通 而从2007年广莫梁子主演的电影 重返泡沫时代中也可以看出 日本人对于泡沫经济时期的怀念 到了现在 因为受到2011年东日本大震灾的影响 越来越多日本人希望圣诞节在家里和家人一起度过 看到这一商机 各公司便利店的圣诞节商品也接连促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